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跟大臣们说 我决定要派使臣去跟强大的赵国结盟 计良 你最能言善辩 这次就派你去吧 接到命令后 计良就带着礼物出发到赵国去了 可实际上呀 卫王正在密谋要攻打赵国呢 他派出计良并不是真心要跟赵国联盟 而是为了迷惑赵国 让对手放松警惕 卫王以为这样就可以轻松打下赵国的都城 卫国就能重回天下霸主的地位 但卫王想要攻打赵国的想法 很快呀 就传到计良的耳朵了 计良一听 快吓坏了 他赶紧原路折回 直奔王宫里去 卫王看他回来了 很不高兴 就问 纪爱卿 你怎么擅自回来了 计良不慌不忙地说 哦 那是因为我在路上听说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迫不及待地想回来和大王分享呢 卫王一听就来了兴趣 哦 是什么事这么好笑 纪良就回答说 我在去赵国的路上啊 遇到了一个人 他的马车跑得飞快 差一点就要撞到我了 于是我就拦住他问 这位兄台 你急匆匆的是要去哪里呀 他说要去楚国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楚国明明在南边 他的车为什么往北边跑呢 那个人却说 不怕 我的马是千里马 特别能跑 而且我这马夫也是驾车一等一的好手 我还带了很多盘缠 肯定能到楚国去 我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这车跑的方向和楚国的方向完全相反 你的马越好 车夫越厉害 钱越多 你离楚国就越远了 卫王听完这个故事也大笑起来 这人可真笨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这时 计量严肃的说道 那大王您为了增强国力去攻打赵国的做法 是不是也和这个人差不多呢 赵国和魏国相距这么远 等魏国的将士到达赵国 肯定已经很累了 而赵国也一定做好了准备 魏军完全没有胜算啊 这样不仅不能让魏国重新强大起来 还会让魏国的国力大损啊 魏王一听 吓出一身冷汗 马上听从了计量的意见 放弃攻打赵国的想法 这就是南远北折的故事了 下面欢迎来到皮皮的成语小讲堂 在这个成语中 圆是古代马车的一种零件 我们就用它来带指马车 而折本意也是指车轮走过后留下的痕迹 在这里我们用它来带指马车走的方向 所以啊 南远北折的意思就是一辆要去南方的车 最后却走向了北方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 如果采取的行动和想要实现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那就算我们付出再多的努力 也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哦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